193.東方日報 英偷走突攻隊攻陷御用酒瘡 2015年7月26日國際A-26英國一間皇室御用公酒商的酒瘡 於今年4月底失散 京人長程上週四首度曝光 一批偷走突攻隊以荷里活電影式手法 包括轉場潛入及爬地避紅外線感應器 於三小時內成功偷酒價值於138萬英蕩,約1,700萬港元 名酒,部分產自法國頂級酒莊,賊人得手後,更即場開多支香檳飲用慶祝,非常猖狂 攝氏酒倉屬於英國皇室的雨用東酒箱,互聯網圖片,案發於4月26日凌晨,地點是酒箱Berry Brass Rob B.B.R.位於漢普郡的酒瘡,消息透露,一批為數不明的賊人駕駛一輛貨車停泊在酒瘡一旁,然後爬上帶來的梯子,移開酒瘡的閉路電視鏡頭 賊人之後利用工具,在酒瘡長身設出一個4呎乘4呎的洞口潛入 這樣的潛入手法,幾乎愈在同愈初發生,倫敦哈頓花園保險庫B.S.T.E.一樣,共偷值千七萬名酒 由於酒瘡內設有專門感應動作的控愛線 賊人慢慢地在地上跑行,以防觸動警報系統,他們之後以酒瘡為梯子 一個箱碟一個箱,攀置存放罪名貴佳洋的層價,賊人找到目標後,以人鏈擺一箱箱價值五千英鎊 約六萬港元的酒箱,從潛入的小洞搬運至貨車上,全程只花三小時 賊人於離開前,更即場開了多支冥月香檳美H&N飲用,慶祝成功得手 四、花三小時偷酒大批名酒,更即場開香檳慶祝 漢普郡警方證實,賊人偷酒總值約一千七百萬港元的名酒 但沒有透露確實失酒數量,消息只在失蝕名酒當中 部分產自波爾多頂級酒莊拉圖酒莊Chatterlatter 及武當酒莊Chatterl Mountain Rothschild 據悉,拉圖酒莊每支酒價值可達一萬二千港元 4月至今仍未拉人警方指,目前並未拘捕任何人 調查仍然在進行中 B.B.R. 的發言人表示,現階段正與警方及保安全顧問合作 以防同類事件再發生,同時進一步強化酒倉的保安措施 失蝕和發生後初期,警方當時估計賊人只偷酒約值一百二十萬港元的名酒 本部綜合報導 獲得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